2022年5月 美利坚枪击案不绝于耳 5月14日下午2点半 纽约州布法罗市 一名叫金德伦的18岁白人小青年 经过事先踩点和4个月的精心策划 戴着黑色头盔身穿防弹衣 进入当地黑人区的一家超市停车场 拿着A-15突击步枪 尽到黑人就杀 从停车场一直到 刹到超市里面 边开枪 还边用头盔上的摄像头 在线直播 商场保安是一名退休黑人警官苏尔特 开枪击中了金德伦 但没有穿透防弹衣 被金德伦反杀而死 金德伦一边杀人 一边向倒地者补枪 但在瞄准一个 全坐在收音台后的白人时 说了声对不起 没有对起开枪 走开了 警方赶到现场后 金德伦把枪口对准自己颈部要自杀 经警方劝说后投降被捕 目前处在关押期间不得保释 金德伦一共枪击了13人 包括两名白人 但最后中枪死亡的10人 全是黑人 欧美媒体一般不会使用黑人这个词 而是使用非议这个词 主要是为了淡化种族冲突 但在中文里 黑人白人都是中性词 而且中国没有这种奇怪的种族冲突 所以我还是会坚持使用黑人这个词 主要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事物 金德伦事后承认 他在动手前 曾在网上发布了长达180页的犯罪宣言 承认自己是白人至上主义者 想尽可能多地杀死黑人 这起案件仅仅10天后 5月24日上午11点半 一名同样年仅18岁 名叫萨尔瓦多拉莫斯的拉美一小青年 在德州一瓦尔迪市自己家里 枪尽了自己祖母后 同样穿着防弹衣 携带自己18岁生日时买来的合法布枪 来到附近墨西哥一孩子占90%的卢布小学 一间教室接一间教室的开枪 最后进入一间教室后锁上房门 肆意屠杀7到10岁的学生和教师 其下手十分残忍 直接对着一些小孩的脸开枪 最终导致19名学生和两名教师身亡 枪手随后被赶来的警察击毙 两起案件发生后 美国总统和政界高层发表了一些 我们听了几十年的陈枪烂调 什么我收购了 什么必须改变现状 阻止悲剧再次发生 什么震惊和悲伤之类 接着是降半期致癌 送鲜花 点蜡烛等等传统流程走一遍 再然后枪击案就会不了了之 根本没有人去管事情后面怎么处理 到明年 枪击案会在美国某地再次发生 平民依旧会倒在超市和学校的血泊当中 然后再悲伤 再降半期 再点蜡烛 依次循环 其实这些年最严重的枪击案 是2017年10月1日晚 拉斯维加斯音乐节上 一名64岁的白人枪手帕多克 从曼德勒海湾酒店32层 向音乐节3万名观众随意开枪屠杀 造成59人死亡 851人受伤的惨案 这起屠杀实在太过惨烈 我一直记得当年看新闻时 自己被震惊在电视机前的情形 但这么严重的枪击案 多少年了 到现在也没调查清楚 昨晚动机都没搞明白 至今是一笔糊涂账 只有酒店方后来赔了8亿美元 从此便没人提及 好像这件事从媒体的记忆里 被抹出了一样 美国枪击案里所涉及到的 种族仇恨 枪支管理 政府含糊其词的态度等等 是必须放在一起解释 才能理清脉络 如果单独将一件事情拎出来说 很难解释起古怪的行为逻辑 为什么美国无数次发生枪击案 却永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呢 因为这一切的源头 都来自美国建国时的环境 是特殊成长阶段形成的特殊现象 要理解美国这种现象 就必须追根溯源 找到他们国家最早形成时 童年到青少年时期的成长轨迹 我们现在要理解的不仅仅是进墙 这样看问题格局太小 我们要理解的是整个美国 一直以来 关于北美大陆的建设史 我们都被西方人文所影响 常常将五月花号 到达普利茅斯作为美国的开端 其实这是有人 有意误导我们 造成的错误认知 五月花号是当时大批 从欧洲前往北美 当中很少很少的一小拨人 并不是一切的开端 只是其中一个细细的分支 我们现在学到的许多历史学知识 完全出自西方殖民者的视角 连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种措辞 都是不准确的 维京人在1003年 占领哥林兰岛后 就想办法到达了北美大陆 但他们只有几百个 拿着冷兵器的土匪 砍不过人多势众的印第安人 只能每年夏天摸上 加拿大纽芬兰岛砍点木材 拖一点资源就跑 一直拖了300年 14世纪开始天气变冷 1424年 维京人向冰岛寄出最后一封信后 吃不住冷 从岛上撤离 从此消失在历史的长河 此时距哥伦布到达美洲 还有68年 准确地说 1492年不叫发现新大陆 而是欧洲人 成功殖民美洲的开端 以前早发现了 但殖民不成功而已 从11世纪开始 就在抢美洲的资源 只是以前没抢出什么成就 这次就不一样了 这次他们手里头有枪 有了武力上的代差 抢劫变得顺利多了 哥伦布的小伙伴们 拿着欧洲的小东西 去找当地人换黄金 当地人不给 当场翻脸 直接图村 放火烧了他们村子 强奸印第安女人 印第安人只能逃命 或者自杀 所谓发现新大陆 是欧洲殖民者的视角 那块大陆一直在那 上面也有原住民 不是你发现的 人家日子过得好端端的 欧洲人跑去杀人放火 还要别人感谢他们 带去了文明 这是一种文化上的奴役 是殖民者的情感施舍 我们不能跟殖民者共情 那年头 欧洲人去黑非洲 水土不服 很难活过一年 去亚洲又被奥斯曼堵路 一看西班牙 找到一大片新鲜大陆 这地方比非洲好 土地肥沃 地广人稀 天气能对付 生存率高 能处 就纷纷跑去殖民美洲 西班牙当时国力鼎盛 大家只能让他先挑好地方 因为南美洲产白银 西班牙又用白银 跟明朝买丝绸茶叶瓷器 三大奢侈品 就主要经营南美 因此今天的南美洲国家 信天主教 讲西语和普语 西班牙在北美 也拿下了佛罗里达 德克萨斯 西墨西哥三块地 后面陆续吐出来了 北美主要是英国法国在抢地盘 荷兰跟瑞典也抢了一小块 但很快被做跑了 虽然法国现在活成了段子 但那年头可是真正的欧路一霸 西班牙被干趴后 就是英法在争日不落地国 法国原先是有这个可能的 1607年 英国开始经营大西洋沿岸 弗吉尼亚 1608年 法国就拿下了魁北克 那时中国是万利年间 离满人进关 还有37年 英法已经满世界抢地盘了 到1682年 法国又拿下北美中部 路易斯安娜好大一块地 并开始经营加拿大 刚开始时 英法两国相安无事各抢各的 法国在北美的地盘是胜过英国的 不过70年后的七年战争 法国被揍惨了 英国知道在陆地上打不过法国 但它有156艘外洋军舰 法国只有77艘 就盯着法国的海外殖民地打 打出一个1763年的巴黎合约 法国放弃了印度 加拿大 密西西比和东万 退出了全球竞争 我们今天听到的关于美国的美好传说 都把1620年的五月花号 作为美国的开篇 其实正统的美国历史 都把1607年 算作美国形成的第一年 这年 105个英国人拿着国王的特许状 从伦敦坐船 航行了144天 于五月到达 弗吉尼亚东南部的一块沼泽地落脚 他们到北美来 主要是新西班牙一部抢地盘 顺道找找黄金 就是一群彩米 美国人自己写的美国的历史 甚至称呼这些人是 为穷所迫而一无所有的懒汉 上岸后第一步 就是花20天时间建了一座草台班子城堡 叫詹姆斯屯 以防止印第安人攻击 但是酷暑中累死了一半人 幸好伦敦公司不断派人过来增援 才保住了第一块据点 不过两年后又因为严寒 500人饿死了440人 就剩60人活着 中间还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 好不容易熬过来 印第安人又过来攻打据点 1622年被打死350人 1644年被打死500人 英国人在詹姆斯屯安定下来后 就开稿烟草种植 当然不是他们自己种 种烟草类似个人 都是从非洲运黑奴过来种 1619年 詹姆斯屯黑奴生意第一次开张 从非洲进口第一批黑奴 而且同年还在这里召开了 北美殖民地第一次立法代表会议 詹姆斯屯后来成为弗吉尼亚的首府 但因为内乱被夷为平地 几十年后又叫河水给淹了 1994年才重新被考古发掘 但公认是詹姆斯屯塑造了弗吉尼亚 是弗吉尼亚塑造了美国前五位总统中的四位 华盛顿 杰弗逊 麦迪逊 门罗 这才是美国真正的起源 那个标榜为美国精神 到处宣传的五月花号 是1620年的事情 这时候人家詹姆斯屯的黑奴和烟草生意 早就搞起来了 会都开过了 一个配角非要弄成主角 是后期为了方便宣传 要把五月花号公约这份文件 宣传成契约精神 是美国的立国基础 为美国的创立 填加浪漫主义色彩 其实农业和奴隶制 以及建成之初的人吃人 才是美国真正的开端 跟印第安人在肘子地缠斗了几十年后 英国人终于把他们全部赶了出去 到1629年 英国人马松在皮斯卡塔夸河沿岸 建立了新罕布什尔殖民地 北美十三州除了弗吉尼亚 又多出第二块地 随着英王派来的人越来越多 经过一百多年耕种 到1732年 东部沿海的十三个州 一点一点建了起来 此时的美国领土还十分狭小 也是个纯农业国 但人口比其他地区要多 1760年时 十三州共有120万白人 40万黑奴 还有无法统计的印第安人 白人主要是由英格兰人 爱尔兰人 苏格兰人 德国人构成 这十三个州都靠搞农业和渔业过火 黑人奴隶们天天在地里头 从天亮干到天黑 种棉花 烟草 水稻 甘蔗 每天在地里头砍树 除地 耕地 养场 做牛 做马 干活 你今天看到的詹姆斯 科比 乔丹 坎耶等等 就是这些黑奴的后代 其实白人们 不管抓黑奴 只管卖黑奴 抓黑叔叔的都是他们本地黑人酋长 黑奴是抓来的战俘 或者将自己部落 因为贫寒而卖身的子民 转手卖给白人 从白人手里头换东西换钱 白人那年头 不能在黑非洲常呆 扛不过热带疾病 少有活过一年的 来一个死一个 白人便在非洲 设立了一些贸易战 专门用来收黑奴 最大的黑人贸易中心 在英国控制的黄金海岸 到比夫拉湾一带 有些白人收黑奴的都不上岸 就在甲板上做买卖 生怕得瘧疾 白人敢深入非洲内陆 是他们发明了瘧疾药 和后膛枪后 非洲国家的毁灭也就来了 那些黑人酋长 几百年时间一直在买黑奴 生意十分红火 以前多卖给阿拉伯人 连奥斯曼宫廷里 都有黑人太监 阿拉伯商人带了一些 来到中国 就是昆仑奴 后来卖给英国人 法国人 顾客换了 买卖常在 这些酋长穷疯了 实在没什么可以卖 做大宗国际贸易 只有卖人一条路 当然 这不是在替西方殖民者洗牌 只是陈述史实 殖民者对黑奴下起手来 同样没人性 这些黑人 从非洲转手卖到美国 中间路途遥远 运输时 因为环境恶劣 常常脱水而死 死亡率大概在15%上下 为了降低死亡率 黑奴抓来后 人口贩子要用舌头 去舔黑奴的脸 常常他们脸上 是不是有咸味 舔起来比较咸的 对盐的敏感度较高 翻运途中不容易死亡 所以到了北美的黑人 都偏咸口 但这种体质容易患心病 所以美国黑人 患心脏病的比例 比白人高50% 这些黑人到达美国后 每天天不亮开始工作 如果是棉花采摘季节 早上四五点得起床 带着一个大袋子 去地里摘棉花 15人为一组开始干货 早上七点 白人主子会叫人 把早餐拉到地里头 吃点玉米饼或面包 十分钟内吃完 接着干 干到中午 白人主子会给他们一些面包 咸猪肉补充体力 吃饭时没有桌子 黑奴们都是端着盆 找个阴凉的地方 站着或蹲着吃 有时候主子会善心大发 奖励他们炸鸡和西瓜 这个梗就一直流传到现在 你一说请美国黑人 吃炸鸡或者西瓜 他就跟你急 那是对他们的一种侮辱 小气一点的农场主 午餐则只会给黑奴 玉米和面包 再加一碗南瓜汤 午餐也只有15分钟的时间 忙完接着去地里头 挣棉花 监工骑着马在一旁盯着他们 谁落后就拿鞭子抽谁 还得当着大家的面抽 好杀鸡净猴 黑奴们一直工作到黄昏 就可以在地里头吃晚饭 一直要干到天完全黑透 才可以下班 工作中间每隔一小时 可以到水桶前喝一勺水 其他时间不准休息 黑奴们一直过着这种 猪狗不如的生活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起步 采棉花旺季 一般要工作18个小时一天 从这个国家建立的第一天起 白人和黑人 就是不对付的两大阶层 黑人一直处于被压迫的地位 几百年都是这样 地图上北美十三州 挤在那边狭长的一个位置 是有特殊原因的 因为西边有座阿巴拉契亚山脉 挡住了他们扩张的步伐 他们只能蜷缩在东部沿海平原讨生活 这时候就必须上地形图 咱们看一眼就懂 最早在北美下船的那拨人 就在东部沿海城市住下来定居 诞生了波特兰 波士顿 纽约这些名城 后来人越来越多 晚到的美国人再向西走 一直走到阿巴拉契亚山脉脚下 被高山挡住走不动了 注意下面要说的内容 在中文网络世界里 鲜少有人提及过 长约3000公里的阿巴拉契亚山脉 给东部带来了一个特殊的地理现象 海拔200米的东部平原 与阿巴拉契亚山脉之间产生了高低差 地势陡然下降 河流从高山冲进平原 形成了许多瀑布和激流 就叫瀑布线 最早到美国的这批人 只会使用水利 便在瀑布线一带定居 烤瀑布的水利 建水车和磨坊 磨面粉 聚木材 以及使用水利仿制机仿布 再加上货船到了瀑布线下游 就得卸货上岸 运到瀑布线上游 再重新装船 沿着瀑布线 渐渐形成了村庄城镇 这些城镇慢慢长大 就变成了今天 波托马克河的华盛顿 詹姆士河的李士满 特拉华河的托伦顿 美国东部各州首府 都位于瀑布线一带 就是地理塑造人文的 最好证明 美国今天最富裕的纽约 和国家首都华盛顿 就是这样 从东向西 依次形成的 纽约越来越富裕 变成美国的经济和金融中心 是因为修伊利运河 这条现在没什么存在感的运河 是改变美国初期命运的一条河 1783年 在独立战争中战败的英国 除了北美东部13州 另承认阿巴拉奇亚山以西 五大湖以南 密西西比和以北的土地 都归美国 美国的领土 终于翻过了阿巴拉奇亚山 国土面积扩大了一倍 1803年 美国仅花了1500万美元 又从拿破仑手里 买下了214万平方公里的 路易斯安娜 短短20年 突然变成一个 5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大国 这时候 美国人有大量西部的土地 需要开垦 也需要将物资东西运输 更需要将大量的人口吸迁 不能将美国经济压缩在 宾夕法尼亚 马萨诸塞 纽约这小片区域 那时还没有火车 走陆路 从布法罗运一吨货物到纽约 需要120美元 成本极高 为了将五大湖与纽约连在一起 美国决定开建伊犁运河 美国人修建这条运河时 就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 全国找不到一个合格的土木工程师 纽约州州长 带着律师 数学老师 业余工程师 硬着头皮 花了8年时间 修好了584公里的运河 这条河流进五大湖 和哈德逊河区域 哈德逊河在经纽约港 灌入大西洋 就像一条高速公路 将五大湖与中西部平原 串联了起来 伊犁运河的总投资 高达700万美元 差不多相当于 美国买下阿拉斯加的价格 在当时是一个天价 为了筹措资金 在纽约华尔街 发放了伊犁债券 结果伊犁运河大赚 欧洲投资家 都跑过来投资运河概念股 华尔街 也渐渐成为世界金融中心 修好运河后 一吨面粉的运输成本 从原来的120美元 狂降到6美元 纽约港从此成为物流中心 1800年 全美只有6%的货物进纽约 1860年涨到了62% 纽约人口也从12万 涨到了108万 超越费城和波士顿 成为美国第一城 五大湖地区 同样因为伊犁运河 受益匪浅 加上后面陆续修建了一批 连接五大湖和密西西比河 各支流的运河 美国东北五大湖区 形成密网般水道 类似于中国江苏的地理环境 十五大湖的铁矿 阿巴拉奇亚山的煤矿流通畅变 于是东北五大湖区 成为美国最早的工业区 芝加哥 底特律 克里夫兰 匹斯堡等城市 由此崛起 当中底特律的兴衰 和美国社会的底层逻辑 解密相关 我们后面还会持续提到它 伊犁运河不仅决定了 纽约 芝加哥 底特律的命运 还有件事必须得提 就是我们常拿来开涮美国的 加拿大人火烧白宫 在没有伊犁运河之前 五大湖的出海口 是加拿大的圣劳伦斯河 美国没有出海口 极大的限制了 美国五大湖区的经济发展 为了夺取圣劳伦斯河的出海口 1812年 美国派出1500名民兵 进攻加拿大 开始时打得还挺顺利 1813年4月 攻占了加拿大的首都约克 还纵兵收杀抢掠 不料拿破仑在欧洲战败 英国人腾出手来对付美军 1.2万名英军一波反杀 连华盛顿都攻下来 一把火烧掉了国会大厦和白宫 那年的华盛顿只有8000居民 其中1300名还是黑奴 其实就是个小镇 英军没什么兴趣久待 占领26小时后就撤走了 正是因为打不过加拿大的英军 搞不定出海口 逼得美国后来修建了伊犁运河 纽约和五大湖从此兴盛 也让美国开始打起了 墨西哥领土的主意 从此美国停止北阔 转而向西南 欺负墨西哥去了 大家看到这里时 一定觉得很奇怪 标题明明在讲禁枪 为什么讲了半天 还在讲东部十三州 黑奴 瀑布县 纽约 五大湖工业区 这跟禁枪有毛线关系 不要着急 我们了解事物 要知道事物的全貌 枪支问题 只是美国开国时 特殊情况其中的分支 美国历史是从东向西 缓慢推进的 这中间的历史奠定了美国的基因 只要了解到美国的形成 我们不仅能看懂禁枪问题 还能看懂一个完整的美国 当美国人终于翻过阿巴拉契亚山脉 用伊利运河打通东北走栏后 他们还需要继续向西前进 完成密西西比河的开发 摊开密西西比河的流域图 会发现它贯穿了整个美国大部分区域 后来建好的各中西部城市 几乎都与密西西比河主干流有关 堪萨斯城在密苏里河 与堪萨斯河的交汇处 萨克拉门托在亚美利加河 与萨克拉门托河交汇处 孟菲斯维克斯堡则建在河水难以淹没到的陡岸上 中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的 卢州建在陀江和长江的交汇点 武汉建在汉江和长江的交汇点 连我们大绍阳也建在滋江和少水的交汇点 按这个道理 密西西比河的重要性 应该相当于长江至于中国 但是南北对穿美国 总流域面积332万平方公里的密西西比河 远远没有东西贯通中国 总流域面积仅180万平方公里的长江重要 长江中下游是中国最富裕的区域之一 而密西西比河下游各州在美国穷得冒泡 因为美国地势两边高中间低 密西西比河中下游更是一马平川 挡不住来自墨西哥湾的飓风和北冰洋 从哈德逊湾冲下来的寒流 印第安人根本没能力发展这里 欧洲人到来后才在这里开稿农业 就是到了今天 密西西比州还是很穷的一个州 出海口的路易斯安那州要好一些 新奥尔良1850年还能和纽约平分天下 靠的是位于密西西比河出海口的地理位置 将棉花一船船运出去 除了新奥尔良 密西西比河上还有一座曾经非常重要的城市 圣路易斯 曾经的圣路易斯相当于中国的武汉 位于美国河流与铁路的中心点 水路上它位于密苏里河与密西西比河的交汇点 铁路上它是全美东西和南北大铁路的碰头处 从芝加哥开往新奥尔良的南北铁路 以及从纽约开往洛杉矶的东西铁路 刚好在这里交汇 美国人在西境过程中 对铁路的依赖远远超过了对密西西比河的依赖 那几十年 美国来了许多许多欧洲的新移民 多得东部完全塞不下了 必须向西部扩展 叫他们去找西部的大片土地讨生活 从1842年开始 每年至少有十万人来到美国混饭吃 1847年到1857年 有120万爱尔兰基民 带着对英格兰人深深的仇恨来到美国 1852到1853年 又有躲避内乱的五十万德国人到来 加上避开本土革命的法国和意大利人移民 短时间内 美国承受了两百多万移民 这里头最惨的就是爱尔兰人 爱尔兰被英格兰征服后 英格兰人一直防范着他们 1845年 爱尔兰主粮土豆因晚宜病减产爆发饥荒 活活饿死了一百多万人 英格兰不仅见死不救 还趁机低价购买爱尔兰的房子田地 爱尔兰人被迫流离到世界各地 其中大部分去了美国 今天有四千万美国人是爱尔兰人后裔 包括克林顿和奥巴马的先祖 原先也是灾民 这些跑到外地的爱尔兰人九死一生 五分之一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 到北美后又穷得发疯 什么脏活苦活都肯干 号称白人里的贱民 见到南方种植园主爱惜自己的黑奴 最危险的工作是让爱尔兰人替黑奴去干 又便宜又好使 爱尔兰人除了有自由身 生命价值还不如黑奴 白人有白人的鄙视链 一等白人是暗撒人 二等白人是法德人 三等白人是西伊普 四等白人则是贱民爱尔兰人和东欧人 美国后来有两大白人黑帮系统 一个是意大利西西里岛的黑手党 一个是爱尔兰黑帮 这两个地方出黑帮 一是因为他们来得晚 没抢到好资源 二是他们的出身地 都是当地最穷 没本钱 只好干见不得光的营生 美国电影教父和爱尔兰人 讲的就是意大利黑帮 爱尔兰黑帮的往事 来了这么多人 东部起不下了 该往哪里安置呢 美国大手一挥去西部 但现在只有水路通五大湖 怎么去西部呢 美国又大手一挥 建铁路 美国西部原先是一片荒凉世界 法国名义上统治这里 实际上还是印第安人和野兽的地盘 美国打通伊利运河后 尝试用蒸汽船往西部移民 西部人口从1810年的29万人 增加到1840年的330万人 但还是不够实 万里卧野 等着一大批新移民去开垦 要连接并开发西部 就必须有铁路 1828年 美国人在巴尔地摩学习英国人建铁路 那时候还没蒸汽车头 打算用马来拉车厢 两年后 纽约西点铸造厂 才造出了第一台 时速35英里的火车机车 至有号 虽然此时 美国铸铁技术还相当落后 需要从英国购买钢铁 但算来算去 铁路的成本还是远低于运河 每英里成本仅2万美元 阻碍铁路发展的 主要是融资难和征地权的争论 到1846年 美国铁路里程还不到5000英里 此后 新移民源源不断地到来 逼迫铁路大发展 刚来的爱尔兰人 少量德国人 大量华人被安排去修铁路 给了铁路大发展的基础 1857年 美国铁路里程就暴增到了 2.5万英里 黄飞鸿 有一部描述过 美国人在中国招华工 洋人站在街头演讲 宣扬美国遍地式黄金 就是骗华人苦力 去美国修铁路 广东台山新会 开平大量华人去到美国 每天工作12个小时 每周干6天 花了4年时间 拿命给美国人 修好了太平洋铁路 大量华人死在铁轨之下 但是修内华达和恩角 就死了300名华工 铁路完工后 工友们将同乡尸骨 收回埋葬 一共收了2万斤 华工的骨头 但太平洋铁路通车时 一个华工都没到场 他们庆祝演讲时说 这条翻阅内华达雪山 堪称奇迹的铁路能够完工 是得益于加州人民血管中 流淌的四个伟大民族的血液 包括法国人的勇猛 德国人的睿智与坚定 英国人的不屈不挠 以及爱尔兰人的耿直和真性情 美国人根本没把华人当人 从过去到现在 地位还不如印第安人和黑人 找到生存机会的爱尔兰和德国移民 就此留在了美国 立文脚跟后 因为经历不同 德国人赚到钱就买田置地 爱尔兰人种地被伤害过 更喜欢做产业工人 进场拧螺丝去了 华人则喜欢开商店和餐馆 常常与世无争的样子 德国人后面又一波波过来 一共有三波移民高潮 现在德意共有五千八百万人 已经是美国第一大族群 居然比英译还多 德国人本来还想保留 自己的语言文化什么的 但在一战中 美国对德宣战 昂仨人收拾德意 要他们奉行百分之一百的爱国主义 砸德意的商店 将德意拉上街头 沾满羽毛批斗 禁止公共场所说德语 对德意搞文革 吓得德意夹起尾巴做人 再也不教后代德语 改说英语 美国前总统川宝的先辈 1885年来自德国 到他这代 就完全不会说德语 川宝其实连英语都说不好 词汇量有限 在网上打字常常拼错单词 老被美国精英阶层 当文盲嘲笑 美国德意 跟德国人已经完全不是一类人 就跟新加坡人 不是中国人一个道理 一战美军六星将军潘兴 二战美军艾森豪威尔 和尼米斯都是德意 指挥军队打得德国人哇哇叫 根本没法亲近 不要强行套进虎 强套进虎 只会让大家都尴尬 西进过程中 美国今天的许多生态 被定格下来 为了鼓励人民西进 1800年美国政府规定 西部土地 320英亩为一份 起步开卖 每英亩2美元 可四年分期付款 但人民不为所动 那种蛮荒之地 谁爱去谁去 美国政府一看不对 一路降价促销 1820年改为 80英亩为一份起步 每英亩1.25美元 但大家还是不想去 去那边过日子 就跟野人差不多了 1832年又降价改成 你爱去重就重 每亩0.5美元 1863年1月1日起 美国政府一咬牙 搞双十一大促 凡年满21岁 只要给十美元 就能取得160英亩的土地 耕种五年 地就是你的 1863年的十美元 约相当于2022年的 3000美元 大概是2万人民币 160英亩地 等于971亩地 我小时候在湖南农村 全家才1.2亩地 这等于2万人民币 送你一座村庄 这种土地红利 是人类历史上 绝无仅有的 等于去了 就是大地主 换我我也去 这回又撞着 欧洲移民 大量涌入 生存空间不够了 不去也得去 为了吸引大家去西部 美国政府 主抓基建 一边狂建铁路 一边狂修运河 拼命鼓噪 国民西进 西进时的生活状态 大家可以看 科恩兄弟的 大地惊雷 也可以看 科斯特纳的 《羽狼共舞》 莱昂内的西部网室 《黄金三标客》 曼高德的 《决战有马阵党》 著名游戏 《荒野大标客》 讲的则是 拓荒末期时的故事 美国人对西部片的感情 就是中国人 对武侠片的感情 都是脱离于 法治状态下的 血液恩仇 但中国的武林 其实是不存在的 美国西部片来源 是真正血淋淋经历来的 在科恩兄弟的 《大地惊雷》里 很好地还原了 当时西部小镇的 生活环境 电影里 西进的美国人 住在镇上 一栋栋木头房子里 大部分靠 种棉花尾声 各个一口烂牙 穿得又旧又破 人人穷得要死 大部分人 都没读过什么书 说话都直来直往 粗鲁港直 小镇上尘土飞扬 遇到什么法律纠纷 都得商量着来 唯一可以信任的 就是手里头那杆枪 这样的小镇 一定有铁轨经过 才能保持对外界的联系 法治也只存在于 小镇范围内 一旦犯罪 就可以跑到荒郊以外 这时候就得请 赏金猎人出马 镇里的警察 只负责镇里的事情 但你可以出钱 雇佣他们出镇抓贼 就没见过中国古代 有顾牙裔上山抓贼的 牙裔属于国家政府资源 但美国西部 牙裔是地方资源 超出地方范围外办事 就算兼职工作 一旦离开小镇 外面就是辽阔的 西部自然景象 有河谷 草原 高山大雪 也有匪徒 印第安人 以及独虫猛兽 法治和安全感 是根本不存在的 片中的小女主出镇后 就几度和恶人交手 又被毒舌咬伤 失去了一条胳膊 美国人西进时的拓荒 打下了大量 美国人的生存根基 让他们世世代代 莫尺难忘 培养了美国人 硬朗的性格 美国人西进时的拓荒 也几乎将印第安人杀绝 为了断绝印第安人的生计 顺便将他们经常捕食的 北美野牛 从六千万头 杀到只剩一百头 大家都知道 牛排起源于欧洲 但欧洲只有少部分人吃得起 欧亚大陆以前 没哪个国家 能放开吃牛肉 美国人在北美疯狂杀野牛 除了要他们的皮毛 就是吃牛肉 因为野牛粗壮 强健的牛腱子肉里头 牛筋多 美国人可没有朝善人的厨艺 不会烹饪牛筋 就挑野牛身上 没筋的肉吃 就是牛里脊这块 后来就把这块 称为菲利牛排 后来发现牛舌更嫩 又爱割牛舌来吃 美国人爱吃牛排的习惯 就是这么来的 是因为吃北美野牛 吃习惯了 后面搞养殖有成本 不能再这么奢侈地吃牛排 剩下不好吃的肉 做成牛肉饼 所以美国来的快餐 麦当劳和肯德基 有牛肉饼这玩意儿 这一切都来源于 北美野牛 来源于对印第安人的屠杀 美国一直是这样的美国 它从建国就掺杂着光明与黑暗 辽阔与血腥 残忍与磅礴 先进与野蛮 自由与奴隶 它一直是多面的 复杂的 前面东部故事 讲到了美国的黑奴和工业化 西进则更强化了 美国的枪支和地方自治 美国这个国家 就是民间靠枪打出来的 枪支深入血液 他们不可能离得开枪 在刚踏入北美这块土地时 美国人就需要枪 欺负印第安人和猛兽 建立前兽战 后来需要枪打跑英国人 西进时更需要枪去侵略和自卫 这时候是不存在 完善的法律和执法机构 只有枪 才能给美国人带来安全感 1787年 美国制限会议 规定公民可以持有和携带武器 只是顺从民意 美国人的枪支 从来不是为了捍卫什么自由 从蛮荒时代起 持枪 就只是为了保护他们的 私有财产和生命安全 到达西部拓荒的美国人 经常击败里地周围没有医护邻居 起码出门买个勺子 都得几小时来回 镇里的警察又不管他们生死 这么地广人稀的环境 除了枪 还有什么可值得信任 持枪 就一代一代传下来 传到今天 美国3.3亿人 拥有4亿支枪 但凡遇到一点 种族仇恨和心理变态 民间动不动 就来个血洗校园 我万里迢迢从欧洲来 刚到东部十三周 泄了口气 我受到美国政府鼓舞 踢着枪重新出发 千里迢迢到西部占领土地 我刀羹活种几十年 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 与毒蛇猛兽为伍 追着印第安人打 拿身家性命 将荒地开垢成肥沃的田野 我全家老小半条命都没了 谁敢动我的私有财产 我就跟谁玩命 只要动我的权利和财富 就得先问一问 我手中的枪 与枪支一起共生的 是美国的地方自治 其实所谓的自治 就是对既有财产的不安全感 害怕千辛万苦 自己打下来的私有财产 被政府权力部门侵犯 美国人在开始建设这个国家时 就不信任联邦政府 他们宁肯不停地 给现有的社会制度打补丁 自下而上的搭建社会 也不愿意把权力交给中央 让中央动员和分配社会财富 避免一杆子捅到底 归根结底 是害怕中央动他们的私人财富 东部十三周刚开始时 就像一个大地惊雷里 那个乱糟糟的大阵子 大家有事协商着来 搞联邦只能给大家的 共同利益做加法 绝不能做减法 要确保国库和各州财政分离 绝不能动各州的利益 按联邦党人文集的记载 美国人认为 维持军队的高昂成本需要收税 而税收是一种压迫 要不是为了各州商业往来 为了建立常备军保卫各州利益 为了后来在密西西比河上 修防洪堤 他们连联邦都不想要 马丁道尔在《大和与大国》里 这样描述美国人建立联邦的初心 1787年 制限者思考政府结构时 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 是平衡中央化的国家政府的需要 与州和地方自治的渴望 说人话就是 有便宜战咱们就搞联邦 没便宜战咱们就州自治 所以直至今日 美国各州的权力大到惊人 他们有各自的立法权 行政权和国民警卫队的指挥权 20年前 中国互联网上充斥着军队 只能对外不能对内的段子 专门用来嘲讽中国出动军队 抗洪救灾 其实美国中央也想这么搞 但他们联邦和州权力是分开的 他们厌恶中央派军队到地方来 要救灾 他们有国民警卫队 2005年卡特里纳飓风横扫新奥尔良时 发生了大量抢劫谋杀事件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州政府还是拒绝联邦军队来管治安 只允许国民警卫队维持治安 哪怕管不好 也不准中央插手 因为各州只管各州的利益 还发生过新奥尔良灾民跑到临州 被临州警卫队拿枪赶回来的离奇事件 这一切要是发生在中国 都是不可想象的 美国之所以还能捏成一团 是因为南北战争的结果 北方的五大户工业发展起来了 他们想用高关税保护本国产业 而南方的棉纺制业需要低关税 以降低棉花价格增加市场竞争力 并低价买入黑奴 北方工业发展需要自由劳动力 反对训奴 因此两边开打斗得昏天暗地 战死75万人 最后工业强盛的北方 把南方给奏服了 在关于联邦和地方的关系上 林肯政府定下规则 和平时期 各州各玩各的 你们自己立法 行政 搞国民警卫队 但宪法第一条第八款指名 镇压叛乱和击退侵略时 国会可授权总统 直接征召国民警卫队与联邦政府管辖 使一个松散的联邦 变成了稍紧密一点的联邦 同时也使黑奴获得了自由身 我们终于回到了前面的话题 获得自由的黑奴们 后来在美国怎么样了 还能怎么样 依旧是过得最惨的那一群人 南北战争结束后 美国大约有400多万黑人 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0% 刚开始时 获得自由的黑人们欣喜若狂 在田间地头或者城市街道 疯狂开party 庆祝一阵子后 又蒙成一片 发现自己没有任何财产 没有任何生产工具 有些黑人甚至连件衣服都没有 赤身裸体在街头游荡 突然之间 主人没有了 压迫没有了 但也没人管他们死活了 美国政府将原来奴隶主的土地 卖给了大企业主和种植园主 也打算租一部分土地给黑人 但是黑人们没钱 兜了一圈子后 又会来签劳动合同 继续在庄园里打工 但是工资少得可怜 跟以前没什么差别 除了少了欧大折磨 经济上没发生任何改变 所以密西西比三角洲 至今还有大量黑人 当时美国政府给了黑人 免费坐车的福利 让他们到全国自主择业 部分黑人便跟着西近的人流 去了西部 他们在南方种植园里 学到的手艺派上了用场 成为黑人牛仔 靠经营牧场为生 电影《被解放的江哥》 讲的就是黑牛仔的故事 当然当初白人西近时 也带过来部分黑人 我们常在西部电影里 看到穿着维多利亚式服装的 白人女主子 旁边通常站着一个黑人女奴 还有一部分黑人 跑去北方工业区找工作 成为最辛苦的钢铁工人 和汽车工人 当时五大湖钢铁厂里头 黑叔叔就占了三分之一 当年美国车跟日本车竞争 大家都说美国车操得慌 所以玩不过日本车 你想想 黑叔叔们在车间 扛着一个大音响 带着个大耳机 一边听嘻哈 一边吭哧吭哧工作 能不操吗 但这活只有黑叔叔们 愿意长久干的 操就操点忍着呗 说到汽车 我们又跟前面提到的底特律 连接上了 1850年到1930年 底特律依靠汽车产业 每十年的人口增长率 都在30%以上 1950年代 底特律到达人生巅峰 人口到达185万 三大汽车巨头总部 以及上下游供应商 多半道底特律 提供了22万个制造业岗位 成为美国第四大城市 跑到底特律来混饭吃的 有很大一部分是黑叔叔 那时候的底特律 是黑人实现美国梦的天堂 但是美梦很快就被惊醒 美国是一个严重撕裂的国家 他们在1969年就上月球了 但同样在1960年代 黑人还要为自己在公交车上 必须为白人让座而斗争 美国内战结束后 黑人名义上获得了自由 实际还是处于不平等状态 1896年 联邦最高法院 对普莱西素夫格森案 作出判决 确立对黑人搞种族隔离 1950年代 马丁·路德金 号召黑人们站起来 要求种族平等 结果1968年在孟菲斯 直接被痛恨黑人的种族分子 给暗杀了 黑人们自己确实也不争气 这么多年了 大部分群体还是徘徊在 漫散粗糙混乱的人生状态 吸毒酗酒烂交 也是许多美国黑人的常态 在金博士临死前一年 黑白冲突已十分严重 1967年7月23日 警方在第12街 查找一下五牌酒吧 跟喝了酒的黑叔叔 发生了冲突 黑叔叔们觉得警察 就是在故意找茬 跟警察当场干起来 事件很快变成了大暴乱 黑人们在全城打砸抢烧 造成43人死亡 1000多人受伤 上千名白人女子被抢奸 2000多座建筑被毁 桌掌动员 7000名国民警卫队 总统也命令第82空降师 前来镇压 直接把坦克开上底特律街头 抓捕了7200人 才把暴乱镇压下去 以美国地方自制的尿性 这次居然允许联邦军队 来镇场子 可见情况有多严重 此后白人纷纷逃离底特律 人口下降到现在的70万人 现在黑人占全城81% 黑人试着自己治理黑人的城市 但效果很不理想 1973年开始 底特律通过民主投票 上来的市长和议员 都是黑人把控 这些人上来后 首先将警察的黑人占比 由20%改成85% 之后对白人和华人刻意重税 对黑人大量补贴 白人跑得更快 黑人大量汇集 加上美国汽车 在和日本汽车的竞争中失败 底特律工业被摧毁 至时底特律 也在2013年宣告破产 2017年搞市场选举时 8名候选人 有一半是曾经的重刑犯 搞过贩毒 谋杀 底特律刚好是美国种族 无法融合 黑人难以自治 工业大量逃离的一个缩影 它集合了美国大量的负能量 塑造了一座被毁灭的城市 到今天 极小部分黑人 混NBA唱Rap过得好一些 绝大多数黑人 其实本质上 跟17世纪的先祖 没什么大的区别 他们只能干 修路工 清洁工 服务员 卡车司机 这种体力活 只是生产力上升了 他们不用在田间做奴隶 这里面既有白人压迫的原因 也有他们自身 不努力的原因 现在美国黑人 占全美人口的 13%到14%左右 却占监狱人口的 50% 75%的成年黑人 在单亲家庭长大 三分之一的黑人 不是在狱中 就是在缓刑 我们常常看到 美国警察在街头拦下黑人 一言不合就把枪 一开枪就打光弹侠 这是因为美国 永远不可能解决枪支问题 也永远不可能解决 黑人犯罪律问题 当枪支问题 与黑人问题重合时 就形成了高压制法 就会一次次地出现 警察把黑人嫌犯 打成马蜂窝的新闻 最后我还要说说 美国最大的一个特点 美国是一个 不断在打补丁的国家 打补丁这个概念 是我在过去提到美国时 反复说过的一个词 1607年 美国的先祖们到达詹姆斯屯 开始在沿海建立据点 之后据点如蚕豆般 洒开在东部沿海 陆续有了村镇城市 各个城市又陆续成了州 因为是新人新厂子 大家起家时都是平等的 所以谁也不负谁 就什么事情都商量着来 后来英国人见北美发展起来了 又缺钱 想多收点税 北美知名者就怒了 不想交 在法国的帮助下 把上司打跑了 这下更不想有人来管他们了 不希望有中央政府来收他们的税 但有些事情 总得有个中央出面呢 就搞起了联邦 接着运气爆棚 亚欧大陆乱成一片 没人雇他们了 领土莫名其妙越来越多 移民也越来越多 美国人就搞西部大开发 又把东部的剧情重复一遍 在西部先建村镇 再建城市 再建州 因为又是新人新厂子 大家起家时都是平等的 谁也不负谁 就什么事情都商量着来 有州政府可以 有联邦政府可以 但必须先保证不动我的私有财产 要不 咱们就不要搞州和联邦了 还是那句话 做加法可以 做减法不可以 我在西部拼命时 你也压根没操心过 只要能保证我拥有开发的土地 让我能持枪保卫我的私产 我死活 你也不用多操心 反正我答应给州和联邦的权力 也不多 所以新冠在民间弄死了一百万 那我也各安天命 我从来就没有指望过中央能干什么 我也不找你们负责 美国的底层逻辑就是这样 枪支 自治 联邦 都是建立在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基础上的 因为核心的东西不能动 所以就在社会制度上打不定 先有镇 咱们就有了镇上的警察 镇里头有了学校 为了保护学生 就给校警执法权限 后来镇外头人越来越多 没人管 就在警察系统里 加了一个治安官 镇外面有条运河穿过 那咱们再搞运河武装 突然镇外头多了条高速公路 那就有了高速巡警 城市越来越多 每个城市之间有大量空白地带 那就建一个州 再搞州警 基层权力无限扩展 一个接一个的打补丁 直接搞一套全国通用的警察制度不就行了 要不要这么麻烦呢 不行 我们必须地方自治 中央不能管州 州不能管我们镇 这镇上有我们家的地 这地可是我爷爷的爷爷 端着枪拿命换来的 你们休想动 美国的自治不仅表现在地方政府的自治 还表现在各个人群的自治 虽然底层很拉垮 但是精英阶层的自治做得相当好 这种自治是美国在科学技术 商业活动上得到了尽情释放 所以美国这些年同样能上月球 能造航母 能引领互联网革命 美国是一个上限极高 下限极低的国家 这些根源就在于地方自治 人群自治 中国和美国的核心区别是什么 中国是让度了部分个人权力 让中央负责调配 中央必须保证个人安全 中央保护不了人民会怨气冲天 美国是绝不让步个人权力 但出了什么事比如新冠 生死由命富贵在天 死多少人我都不找你算账 但你绝不能动我祖上打下来的私产 今天这一系列视频 回顾了美国从东向西的发展史 美国从詹姆斯屯开始起步 一步步向西走 到瀑布县 阿巴拉奇亚山脉 伊利运河 五大湖 密西西比河 一直冲到了洛杉矶 最后形成了今天的美国 美国今天许多看起来 显得神经分裂的事情 都是美国在形成过程中 不能动弹的社会逻辑 有点像是中国每一个 封建王朝的组织 一旦形成就不能改变 美国四百年 其实有大半时间 它是一个农奴制农业国 它的发家来得太突然 太猛烈 使国家没有足够的时间消化 没有谈平 社会矛盾 种族矛盾 枪支问题 贫富分化 警察制度等等 它们都是一个整体 是不能单独拆开来看 其中任何一个问题 否则见点不见面 不知不见数 只有了解美国发展的过程 才能看懂美国社会 问题的全貌 你才明白 为什么美国发生了 这么多起枪击案 美国却绝不可能进枪 美国黑人老是搞大新闻 却永远解决不了 除非将美国 铲平了重来一次 否则这些问题 不可能解决 我有一个观点 美国正处在 它们第一轮生命周期 在这一轮生命周期 走完前 美国现有的一切 都是无法改变的 像中国 法国 英国 俄罗斯 日本等国 其实已经走了好几轮周期了 国家重建了好几回了 只有美国一直处在 第一轮周期 一直没有走完 美国绝不进枪 只是第一轮周期里的 一个分支 无论再有多少枪击案 再有多少血流成河 这是美国当前的国本 是美国发展的代价 这是第一轮周期走完前 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的事实